來我們看一下那個法律十一的第二題 我衝講一次好了好不好 不好意思 好這個題目說呢這個 那個旗盤當入讀圖 然後呢有兩個十字路口 PQ 好這邊 疑問有交通管制不可以經過 所以請問你 從A到B一共走捷徑 你把那個捷徑兩個字捲起來 所謂走捷徑代表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代表你只能往右跟往上 對你只能往右跟往上 不能夠往回走 你現在可能對這個有一個疑問 我剛才幫你講一下 走捷徑的意思是因為我是從A走到B 那A到B的話 你最快的話 你會覺得右跟往上對不對 你不可能往回走 往回走的話就答應更多種的 這樣會啦 那接下來就像剛才我講的 我說你應該把那個P有關的部分把它拿掉 所以跟P有關的部分的路線就像這些 這不是我要的 我把它塗掉好了 這樣比較好 然後Q也是一樣 不要經過Q也是要這些路線都不要 OK這樣可以啦 好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就利用首級 利用點的方式 每個點每個點 能夠經過路線的方式把它找出來 所以請問你A到這個點 夠幾種做法 一種吧 對不對 那也是說外面的部分的話 其實你不用算 都只有一種而已 因為到這個點 到這個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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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能往右跟往上 所以要只有一種對不對 所以往上的話呢 是不是也是這樣只有一種 這樣子會啦 然後接下來 有了之後呢 中間這個點怎麼找 你就這樣想喔 可以這樣子 一 二 所以就兩種嘛 那你要想要怎麼想 想要就是這個點 這個點跟這個點的數目怎樣 相加去點中間這個點的那個 能夠經過路徑的那個次數 會啦 所以一直在推 這裡一 這裡二 這裡就三 這裡就四 五 六 會啦 那這邊呢 也是一樣 這邊往上走 然後這裡有一種 為什麼 因為從這邊到這邊的話 只有一種走法 就這樣子 右邊再往上 沒有平的 會啦 那一直在這邊也是一樣 一加一等於二 三 四 OK 會啦 然後這個點的話呢 這個點跟這個點是一樣的 因為我只能往右跟往上的話 它只有一種走法 所以 就三 聽懂我意思嗎 只有一種走法 只有一種走法 是說我從這個點到這個點 只有一種走法而已 但是這個點到這邊的話 有三種 所以 就像我剛才講的 所以有一種 一 二 三 沒有了 這樣聽懂嗎 好 那以詞這邊有幾種 這邊應該是三跟一 所以會在裡面成的四 會啦 再來 三加四這裡就七 五加七就有十二 十二加六就有十八 會啦 再來這往下 我看出來也是一樣 四加七就有十一 十一加十二就有二十三 二十三加十一就有四十一 會啦 這裡呢 四加二這裡就六 六加三就九 九加四就 十三 三 然後這裡九 往上走的話也是只有一種 對不對 所以這九 這應該跟著九 所以九加九就 九加十三就 二 好 停住 再這邊往下走 這個二三往這邊應該也是二十三 所以二三加四一就變成了六十四 然後這裡二三這裡九 這裡應該是 三十二 三二加六的四就變成 九十六 那這裡三二這裡二二 所以這裡就五十四 所以九六跟五十四相加就應該是一百五 所以我的B就輸完了 B總共有150種 這樣會不會 可以了齁 好